兩名移工雙載騎著電動機車 穿梭在巷弄裡 仔細看他們都沒戴安全帽 立刻被員警盯上 警方沿路鳴笛要他們路邊停車 只見兩人神色慌張 下了車後一股濃濃酒氣扑鼻而來 果正酒測值明顯超標 一旁有人也躲不過 涉嫌公共危險罪被帶個正著 好 看你 因為你顧好他 只是警察才剛抓完這兩人 下個路口一轉彎 又看到一名男子騎著滑板車 搖搖晃晃的行駛在馬路上 他也喝了酒後騎車上路 你把他收起來 讓我全力告急 你要涉嫌公共危險罪 短袖上一男還一臉糊塗 絲毫不清楚喝酒不能騎電動滑板車 如果違法也會被開罰 事發在這個月二號晚上十點 盧州警方半小時連抓三酒駕 新檢測酒測值高達0.66 全男一公共危險罪 移送40地檢偵辦 電動車或滑板車雖然屬於慢車 但依照道交條例73條 如果酒駕上路還是得繳罰金 雖然相比汽機車酒駕罰還少了十倍 但酒測值如果超過0.25 一樣會涉及公共危險罪 喝酒小酌不是不行 只是酒後只能當乘客 否則就靠雙腳走路回家 可別貪圖方便 僥倖上路 3E新聞何孟哲陳廷路謝謝報導